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硬体设备监视完了 软体的设备也满散的设立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相信学校在各方面呢 教学老师的教学方面呢 也是一种鼓舞一种市区 那么尤其是当这个礼堂那个篮球场跟雨球款的设备完成了以后 那么我们学校的确是很方便 那么就可以不必看那个天气气候下雨呢 很晒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的活动 比如说州会呢 还有那个球类的练习呢 还有一些机会呢 还有这个体育课的 在下雨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呢 那么当然 除了这些在教学上 还有一些课外活动方面其他的 那么我们都会密切地跟三大机构 尤其我们教教学会呢 都在这一两年来都非常的关注 也关心学校的那种 除了学术 还有个外活动方面的那种表现 那么我们也有计划呢 请一些比较专业的那些人士来训练教导 谢谢大家